画面上这个在台铁基隆站前方的绿色斑马线 辨识性更高 让行人行走更安全 市长谢国良在交通处长王俊宏 和教育处长刘美兰陪同下 宣布行人友善二部曲 将在学校周围划设绿色斑马线 市府将在每个行政区 先选择一到两所国小作为示范点 预计三月底完成划设 那一方面我们也在宣导行人友善 大家都可以了解 其实你现在看到周末的时候 我发现现在车子慢慢会让行人 还不够全面性 还是偶尔会看到一些 就是要抢快的用路人 但大体而言 我觉得情况已经有在改善 这个也会继续列入 我们最优先继续要推动的政策 所以今天特别来宣导一下 我们跟教育处跟交通处 尤其谢谢交通处王处长 他很积极地在推动这个业务 我们会在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其他县市的情况 这个绿色斑马线 其实就是要让用路人 包括开车的驾驶 更清楚这个在绿灯 跟这个绿色斑马线 行人是绝对有优先权的 所以未来我们会在每一个区 大概一到两个国小 先做示范点 每一区都会有选择一到两个学校 来做示范点 那只要这个进行的很顺利 我们三月底就会完成 三月底就会完成这些 每一区一到两个国小的示范点 那我们希望以后在主要的校园 甚至未来主要的路口 都能够画上这些绿色的斑马线 来增加行人在绿灯时候 斑马线上面的一个 优先行走权 那今年配合交通部整个一个 行人友善的一个政策大推动 那我们市政府 那在市长的指示 那我们也尽速盘点 尤其先以所谓的幼儿 就是说国小的一个幼儿园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先做所谓的示范 那目前盘点出来 我们在三月底以前 会用今年的公务预算 那积极来完成 每一个区大概有一到两个示范区 我们这个礼拜 就会开始启动行政程序 就是原则上 我们还是要办理所谓的会刊 那没有问题的一个学校 我们大概这个礼拜 就会开始来试做 那也非常感谢 因为市长也提醒我们 要做所谓的跨局处理一个整合 所以我们今年度 我们跟教育处会优先来推动 整个全市 尤其是国小的部分 我们先来做 是持续来做 那另外我们会盘点 市区的部分 刚刚市长提到 比较热区的部分 包括商业区的部分 行人比较多的部分 我们今年都会来做 交通处说明 绿色斑马线不只在国外 在国内台北新北等县市行之有年 绿色斑马线具有色彩鲜明 防滑等特色 能提升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 也提醒车辆驾驶人 行进路口时 一定要礼让行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行人